可是我不知道他改哪里 OK,你问的问题太好了 我后面还有 我一定会教你改哪里 比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把我的paper写好了 对不对 好,那我就会拿给我的指导教授 去改 他改哪里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要知道他到底改哪里 我一定要知道他改哪里 那怎么办 我等一下就要教你这件事 只是我不是用 我是用两份货的文件来教 你一定要知道说 指导教授改的地方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指导教授 比如说你把印出来 然后画红线 跟你讲你要求指导教授 要求越多你就不想活了 知道吗 那知道教授可能会跟你讲说 那显然你基本功还没有学好 对不对 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培养更多的那个专业知识 我等一下就会教这件事 就是说你要知道哪里有感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哦 我等一下要教你的就是 好吧,既然你没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先教这一段 叫做文件检查 我有给你们这两个范例 就是这些事情都要交给电脑去做 你说那个档案没有打开 电脑没有打开 我们一般也不会遇到这问题 因为我们都会把档案 比如说放到云端之上 或者是说你把两个档案 两个文件放在同一个位置 然后再去做比较 这件事就解决了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就用一下咯 刚刚那件事情 你就先不要做好了 就是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一定可以改 只是你不知道哪里改 对吧 好,来画面就用一下 这叫文件检查一 好,从头到尾看一遍 好,接下来 另外一份文件叫文件检查二 你也要从头到尾看一遍 其实我要告诉你 这两份文件 有两个地方被我改掉了 那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是我设计的 可以了解吗 其他我都没有改 我也懒得去改这么多字 我也不是要考你们眼力 我改的地方很简单 第一个,简报一 看一下,简报篇 第一句 成功简报关键篇 可以吗 变成简报篇 第二个我改的地方是在 会议篇 就一个简报篇 一个会议篇 然后这边 这边我就没有动它了 这边叫做会议管理篇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这两份文件 这两份文件 你是不是用电脑自动帮你找出来 是不一样的 一份是什么 一份可能是我制作好的文件 一个是我指导教授改完的文件 对不对 那你总希望知道说 到底哪里有差别 那如果说你要做这件事的话 就是说 你先把你刚刚那一份文件 存成 比如说 一个简单的 按照日期别储存 比如说 文件检查 0710 今天是不是7月4号 然后 一个是文件检查 0711 你就可以做这两份文件的比较了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下给你们看 你们应该都没有做过这件事吧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你们今天还真的来对地方了 因为我很怕就是说 明明是上讲和课说 老师 那个 问我格式 怎么做 Word的基本功能 就是样式怎么设 那就错了 因为至少要讲到两段文件 之间的关系 好 这边我先把所有档篇 我都先关掉 不要说 关掉 好 首先我先打开Word 打开一份Word文件 好 打开Word文件之后 在这个教育的地方 有一个叫比较的功能 比较哦 比较的话 它可以合并 就把两份文件合并起来 还可以做比较 重点 我比较常用的是比较 好 这边你要输入一份文件 原始的文件 这边你要输入另外一份文件 那这两份文件 至少我觉得要95%以上是相同的 你不能 一个是什么 Office 2010 Tip Tip 事实上一个是比较文件 那这两份文件根本就无从比起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原始文件 我最后去找一叠底下的文件检查1 这边我找文件检查2 好 确定 你看 成功 关键一定要拿掉 因为另外 就是说这份文件 它是不是只有叫做什么 简报篇 这边它叫成功简报关键篇 所以是不是要把成功跟关键拿掉 而且是以原始文件 当作是出发 去做修改 就是说 文件检查1是我的文章 文件检查是指导教授改完的文章 听得懂吗 我这样我就知道 教授他帮我把成功删掉了 关键删掉了 可以吗 只有两个同学顶头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 接下来 接下来其实我们不用点这个地方 应该点这个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地方 这是第二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管理 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跳到 下一个有被做文件修改的位置 可以吗 当你点到管理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理论上 理论上 Office 2010 Office 2010 它理论上应该是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在安装的时候 要输入本人的名字 好 那你到时候会看到的 这一份文件是我的 然后这份文件检也是我 可是这边 这些注解可能会是你知道教授的名字 这点我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就这个名字可能 不会是 制作文件的那一个 而是修改文件的那一个人 就是改的那一个人 就是你的老师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一下 大概就只有这几个地方 有修改 其他都 就没有修改的意思 可以吗 为什么是三个地方修改 因为成功这边一个地方 然后关键这边一个地方 虽然它都在第一行 这个管理 它在另外一个 好 我们自己动手做一下 这样子的回答 可以了解 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知道总统府开是什么样的课程吗 他就说 老师 反正我就给你三个小时 你来就对了 然后直接现场提问 直接现场提问 他们就针对他们的工作内容 他要问你的问题 他都讲得清清楚 就都准备好 然后现场帮他解决 让他提升工作效率 好 第一个问题 答不出来 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 答不出来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说真的 总统府他是这样子玩的 好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 为什么老师一直容易被打枪 就是这样 还要考你临场 对于这套软体熟悉度 还有临场 好 不过我会希望 你们针对你们自己的工作 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重复 就是重复做三次以上动作的 就可以开始写信了 因为一定有办法 可以节省你的使用这套软体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因为这套软体 它真的重点 改良的重点 是在提升工作效率 好 这样我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都可以 你回家自己慢慢玩 都可以 增加标点方式都是小费 绝对都可以 回家自己改一下我文件检查衣 再加阿拉伯数字 把豆号变成句号 其实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真的我觉得对一般学生来说 我绝对相信有很多大学教授 他还是愿意帮学生改这些东西 因为我写过50多本的电脑书 我不是要炫耀 我是要告诉你 我曾经碰过一个编辑 一个章里面 他看到三个错字 他只要看到三个错字 退稿 他不会告诉你哪三个错字 他只会告诉你 错字太多 对啊 那剩下的你是不是要很努力的 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 对不对 一个章大概有40页 但是我一定也相信 你的指导教授 他会很愿意的 我的指导教授是这样子 我就坐在那边 看他真的 真的怎么样去改 然后怎么样思维 他一边改后一边告诉我 我不知道说 如果你是他的员工 他会怎么对你 我只知道说 我的指导教授是这样对我的 他希望让我学习到 学习到他那个改文章的 那个思维跟做法 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剩下的那个文件 比较文件 自己回家做做看 好 这件事情应该用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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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